拜託 夜門戰火如今已滿三年 卻絲毫沒有緩和跡象 首都莎納依然煙消四起 家被炸得支禮破碎 夜門政府和青年運動反抗軍 2014年9月發生衝突 隔年3月26號 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聯軍 對青年運動展開空襲 拉開大規模戰亂的序幕 甚至一度封鎖夜門對外海陸空交通 國際人道救援無從進出 沙國聯軍和伊朗的代理人戰爭 讓夜門陷入全球最嚴重的人道危機 曾一度引發大規模民眾抗爭 要求外國勢力退出夜門 也就是說現在夜門有四十萬人 嚴重營養不良 性命難保 占全國2500萬人口的1.6% 食物和醫療用品缺乏 220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 大愛新聞 留人好編譯 大愛新聞 留人好編譯 土耳其境內的